加碗油拿出点数卡累积 中油卡有汽车1元累积1点 5000点可以折抵25元加油消费 是许多人省钱妙招 但现在审计部发现这些点数 可能有部分遭到中油员工倒机 次数还逐年攀升 我觉得不太好吧 毕竟也不是自己花钱 然后就是你还倒刷人家的 觉得真的很不行 这样子我们所有的会员都会怕 根据审计部决算报告 2021年到2023年最多记录的 就是在台北北区24次 南区也有10次 接下来是台南南区17次 桃园12次 彰化16次 加以11次 三年来累计次数达155次 2021年的40次 2022年57次 2023年58次有逐年攀升迹象 所有的一些违规的点数 我们都已经全数追回 同步有要求劳务公司更换 工作人员加强人员的内部训练 众友表示这一些资料 其实都是自己内部提供给 审计部来做报告 也已经把这些点数全数追回 同一会员卡号在同一加油站 基点超过一定次数 或超过一定金额 等五类异常交易情形 会加强查期 希望维护公司形象 挽回消费者的信心 三十元室远航股仙高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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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分 pour 30 航股仙高重报道 三十年室连航股仙高重報道